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川普政安局没有什么太多动作 因为我相信是跟司法指控有关 司法指控全都完了 悬着的案都完了 大家就是有点像喘口气 9月初是最后一个长周末 美国也是 最后一个长周末 大家都去旅行了 休假 这个周末因为到明天吧 可能是到明天 对于我来讲 我所谓都记不住这假期 到明天叫劳动节长周末 美国有1亿2000万人在旅行 这数相当大 1亿2000万 所以都在 因为是孩子们开始开学了 所以都是这个背景 那相信对川普来讲也同样 所以几乎公共活动就停止了 你看不到太多的新闻内容 那川普在真相社会呢 只是陈述了一些 他一贯的表示 因为现在的川普 不仅仅是如日中天了 他在整个民主党范围内 60%的领先 就是太具有震撼性了 在他这个领先数字 我们昨天前天说了 这个领先数字会给其他竞争者 基本上是一种心理上的毁灭性的打击 因为没办法玩 大家不是一个量级的 作为政客 他当然要保持自己的那种坚定稳定信念了 这个都无所谓 那实打实的就是这个了 川普只是发了一些帖子 我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帖子 就是熟知川普在干嘛 一个小时之前 就嘲讽了德桑基斯 前所未有的崩溃 德桑基斯完了 所有人都知道他 他已经没信了 就抨击了他社会保障的一个主题 所以这个 就是德桑基斯基本完了 下面转载了另外一个节目内容 是有关选举的选举真相的问题 那他呢就是这两天前的 淡的一期节目 我就这个 这个 这个是同一个人的 都是淡的一期节目 星期日在采访了一个人 有关拳击手的一个故事 而拳击手的故事 讲到了1月6号 国会的事情 我就因为 都是很具体的人 对于我们来讲 大面积的角度来讲 我们没有太多意义 说句心里话 那下面他就转载了这个 马克莱文 马克莱文跟大家介绍 我是非常有名的 是福克斯的 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评论者 美国宪政学者当中 比较有名的一个人 而他把他自己的 法律的内容呢 转在了媒体上 那他采访了德肖维茨 跟德肖维茨做对话 在对话中 德肖维茨明确讲 利用第十次修正案 想剥夺川普的竞选权力 根本不可能 就是根本不可能 做到这一点 所以德肖维茨是个宪法学者 所以他就介绍了 就是我们介绍了这个故事 那原因就是说 我们介绍过奥巴马的一个 任命的一位联邦法官 已经否定了那个人 在佛罗里达州 一共三个律师 告川普 利用1月6号的故事 说他不应该再任公职 所以德肖维茨就针对这件事情 那第十次修正案 如果不管用的话 那就基本就是 你怎么告川普 都告不下来 所以就像卡尔松说的 实在告不下来 他继续参选 你这种状况 那剩下只有杀他 你看不到别的路 拜登对城市造成了 巨大伤害等等 这些都是 基本上都是一些老的主题了 起诉书腐败的民主党检察官 法官 想推翻宪法 国家正在瓦解 这是从推特上 写的一篇内容 这应该是个老内容 因为他引用的还是推特 推特已经变成X 那你先进也就变成X 马斯克非常恨推特 非常恨推特 从而买下了推特 这是在他传记当中的 主要披露出来真相 我们在今天直播中会跟大家讲 我以为这是一个很惨痛的 就是非常惨痛 应该讲是马斯克巨大失败 他的失败的原因 就是他没有意识了 但他又对他自己的孩子呢 当然做父亲有感情 他远远没有想到 他以这样的方式 使得他的家庭破裂 就是他孩子 他那个儿子给自己缴了吗 变成女孩了吗 这件事情 然后里面另外一个就是 马克莱文说 在学术界有一个 永远拒绝川普的这么一个团体 那他们协助民主党人 跟其他媒体在摧毁这个国家 宪法跟法治 在眼前就一切被掏空了 整个法治的一切被掏空了 他说数千万美国人 不可能接受拜登或民主党 在2024年取得任何形式上胜利 而破坏者不仅打算偷走总统 而且打算要窃取参众两院 所以这是作为马克列文转体 就是摧毁宪法的人 想占据整个参众两院 他认为美国人不应该接受 不能接受 那这是今天的节目 晚上八点钟福克斯播出 在有关 应该他做了一些相应的采访 这里面就是原来的美国的政坛那些人物 在讨论有关宪法的问题 民主党人攻击宪法 就是以他们自己法律的权利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了 以宪法的名义应该这么讲 拜登团队对我 这是川普自己的 提起了诸多的诉讼 共和党人 以至于共和党人已经在考虑 考虑到我们了 要对拜登跟他们做什么 要对拜登跟共产党要做点什么 他们已经 就是他们已经 以一种全新的相交国式的 指美国 全新的相交共和国式的政治运动 极其肮脏 这是美国现在所处的地方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所以他就认为 美国处于一种 少有的危险阶段 那下面就谈到了 这个威利斯 就是佐治亚州的检察官 这些内容都是很重复的 基本上川普没有更太多的 那谈到了威利斯 谈到了坎普 佐治亚州的州长 在星期五的时候 公开拒绝了川普的申请 和共和党人的申请 因为共和党人申请 要去调查威利斯 威利斯是一个地区的检察官 富尔顿县 那他的任免 他的被调查 取决于省长 州长 州长拥有这个权利 但坎普明确拒绝调查 所以 因为 那这 那这就是美国了 那这就是今天的美国 我觉得没有 没有什么可讲的 所以川普就说 坎普是一个 因为川普跟坎普 完全冲突了 而 而在有关 在川普支持的问题上 就在佐治亚州 全丢掉 川普在佐治亚 全输了 而那个地方是黑人命贵 其家地方 虚假起诉 八起来自于拜登的竞选团队 这是明显的选举干预 他不应该成立 这就是再摧毁我们的国家 这是川普的重点 今天大概下午的时候讲 就是起诉他人 起诉他人 就是拜登的竞选团队的人 卡尔森 他说卡尔森那个创造历史 我没有注意到 是不是现在达到2.8亿了 就是川普跟卡尔森的访谈 创造了历史 收看率是最高的 那这里面 他盯出了是一些军人 我个人看法 应该是在阿富汗死去那些人 所以他为他们永远是骄傲 问问自己今天还好吗 你比四年前怎么样 这是川普的明确的 在四年前是川普 所以就这么一个表述 民调的数字差距很大 人们希望回到川普的年代 一切当时一切都那么好 那么强大 没有通货膨胀 有就业 有能源 是一切都占主导 有税收 强大的军事力量 没有中俄的 没有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没有中共的威胁 我们摧毁了ISIS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 那是美国最美好的时候 真正带回了美国 恢复川普 我觉得挺悲剧的 真的挺悲剧的 在创造美国最辉煌的时候 那结果呢 他却竞选失败 人们说不爱听着话 被盗窃 被如何反称白宫不是你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现实很现实的 就是命运到底在告诉什么 对吧 这是我们能够看到 基本上 川普嘲笑共和党对手 二等公民 就你根本就排不上号 所以这是今天白天到晚上 能够分享的 没有什么突出的新闻 都没有 也没有什么太多突发的事件 感谢朋友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